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景观 景观建策 没有列入历史建策 有意投标的厂商正向政工所专人提出疑问 希望能够厘清法令上的问题 张老出张所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物 设置到今天已有117年的岁月 在首次的公开招商说明会中 看来厂商对投资这地方颇有高度兴趣 我觉得现在能够保留那么大批的日式建筑其实蛮好的 尤其在之前讲的921地震过之后 它的未来发展性还是很好的 包括附近的观光景点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很成熟的观光点 在地方政府财政绝聚下 公共老建筑委托民间精灵 在地民众普遍是乐观其成 不过是否触犯文字法 公所委托的规划公司也派人出来说明 其实现在我们并没有把它登录为历史建筑 或指定为古籍 那我们是用都市计划的一个图管的方式 去规范它之后的一个使用 目前并不会受到文字法任何一个法令的规范 另外未来对在地就业或者涉贪 是否有利于在地民众 此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 规范的时候就是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他用我们在地的一些 不管是人员或是说我们的一些我们在地的业者 能进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有一些优惠措施 议员陈兆毅表示就要能够让在地文化深耕 并且带动产业发展让张老出张所风华再现 这也是他最大的期待 我们希望藉由商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推广 对我们在地文化的一个深耕 能够更加一步让我们在地的产业 都能够得到经济的一个资助 尤其这个古早是我们日本的宿舍 古色古香 我相信在这边只要有心来耕耘的话 一定能够创造我们积极文化产业的第二春 经过这次招商说明会后 主办单位也预计在明年二月开始招标 届时经过合约的规定 园区的文化活动将会复苏 也将成为国内中部地区文化新亮点 米熊怀怀经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